到意大利去 我们的特派记者李慧跟陈宏斌两个人呢 刚好碰到了意大利产黑松露的季节 我们知道传统欧洲人呢 大概分白松露和黑松露 可是什么是帮你找到黑松露最好 因为你要它都是在土里面 那你要闻到以后把它挖出来 那通常以前都是找猪 猪是最厉害的 狗反而是其次 可是猪呢 它鼻子很厉害 那它很爱吃松露 所以常常呢 它找到了 你还没有让它从它的嘴巴里头拿起来的时候 就被它吞到肚子里头去了 所以后来很多找松露方法都找了狗 狗的鼻子可以闻到 可是狗觉得黑松露没有什么太好吃 所以大多数时刻呢 它就不会吞到肚子里 而我们这次呢 特别到了意大利 Umbria这个地方 Umbria呢 被选为2001年意大利最美的小镇 我们都没有运气好 我们的记者呢 到这里为大家报道意大利最美的小镇 然后呢 它还带着一个最美的红贵宾狗 去在松露给我们大家看 意大利很妙 城镇再小都有惊喜 Jaterna Umbria区的中心 被意大利人票选为最美丽城镇 最美丽的城镇 最深藏不露的美味盛产地 松露 意大利人叫它Tartuffi 美食家称它 餐桌上的山芹钻石 本来以为会是大猎犬的 赫然出现的却是红贵宾狗Emma Emma和主任Jackmo 就是今天踩松露的关键 才三分钟 蹦蹦跳跳的Emma 就找到第一颗黑松露了 小小的 一颗完整的松露 起乎和泥土的颜色混在一块了 但Emma对我们惊呼的黑松露 一点兴趣都没有 倒是对Jackmo口袋里的奖品 猛流口水 好了 拿了奖品了 Emma又出发了 来Emma 咱们的蜂蜂 看 它们正在试试 它们正在试试 帮它们来 帮它们来 来Emma 帮它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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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装满橡树和蒸火树 回回合合地松露淋漓 我们都督靠着小Emma的嗅觉 太厉害了 Eccola 继续 继续了 继续了 看来 看来 很漂亮 又是很美 它们来自 在几次年 和蒸火树的鲜 在几次年 四五月的肌 和蒸火树的鲜 一整个早上 Jekmo和Emma像救查队一样 不论是黑松露 白松露 全讨不过他们的秀笔和立眼 耗时费力又野性的列松露 其实是传统 原来松露最早出现 是在四千年前苏美人的泥板上 西元前罗马时代的菜单 也有松露 传说松露有催情效果 雅典人以松露向爱神为纳斯献上 但古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其实怕挤了松露 认为他如恶魔般无中生有 因此松露得用列的 早期法国人用母猪来列松露 因为松露味和公猪的荷尔蒙很像 但母猪太爱吃了 往往一口把松露吃了 于是后来万狗上阵 猎人带着木棍出门 这个传统持续到今天 好了 一整个早上的劳动得验收成果了 比黑松露颜色浅的是春天白松露 为我们坚定的 是研究松露三十年的 Yabrila 温柔大很坚持的 Yabrila说 一颗好松露除了硬度 还有颜色和香气 不只是一颗至少六百到一千两百块的价值 曾有人说 松露的味道是 热带下午激情过后 正折的床上所留的热香气味 太浪漫又激情了吗 等不及Gabrila的松露料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个味道是非常特别的 我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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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棒的感觉 当人来到这里 我们有一个大堆的沙发 我们闻了每个沙发 有的沙发的沙发 我的沙发的沙发 沙发的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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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给Briella说松露 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法国美食家 Briella Savarin说的 松露喜悦又煽情的力量 最深藏不露的 原来才有最令人神魂颠倒的响气 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数字 中国股的美股 因为中国公布的经济数字相当的不好 再加上许多人都认为 美股可能涨过头了 所以获利回吐变成一个 这个礼拜跟上礼拜 都蛮明显的一个状况 周五美国道琼指数 在度跌了143.47点 最值得注意的是 NEXT指数跌破了4000点 跌了54.37点 跌幅1.34% 我们来看一整周 真正大跌的是 NEXT NASDAQ的股市 大跌了3.1% 主要还是跟互联网有关的 另外呢 道琼指数也大跌了385.96点 跌幅高达2.35% S&P指数也跌幅2.65% 那么除了觉得美国的股市可能太高之外 最重要的是 中国所公布的出口跟进口的数字 都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低下的成长 是否能够维持7.5% 维持很大的一项怀疑 那么再来看欧元兑美元 欧元兑美元呢 本周涨幅1.30% 来到了1.3884 那么这也跟希腊发展成功有关系 我们在昨天的文新世界周报有特别的报道 所以对于欧元的稳定 越来越有信心 国际黄金的价格呢 也随着乌克兰的情势 本周呢 又上涨回去1300元以上 那么整个乌克兰的情势呢 使得大家觉得 B型的整个情绪都相当的高啊 那么在本周呢 黄金价格涨了15.50 总比来到1盎司1319美元 那么另外呢 关于石油的价格 本周继续涨幅2.57% 那么整体来讲呢 大家要注意到 最近呢 其实非常多的 很多的 包括石油 包括小麦的价格 包括原物料价格都在涨 所以物价不断的上涨 石油价格本周呢 以纽约石油价格涨幅2.57% 波兰特石油价格涨幅0.57% 小麦价格呢 本周以来呢 本周略为跌幅 今年以来涨幅9.08% 那么再来看上证指数 上指数呢 周五的时候小跌 因为进出口数字不好 一整中呢 因为中国大陆李克强总理 在博鳌论坛 以及相关的 重要的一些重大的财经措施的宣布 本周大涨3.48% 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特别的分析 那么在港股的部分呢 因为在博鳌论坛里头 李克强跟周小船 纷纷宣布港股直通车 就是说港股跟上海股市 可以直接的互换来买 那么这使得香港股市 在周五的收盘呢 出现了一些跌幅的状况 恒生指数跌了0.79% 国企指数跌了1.85% 红筹指数跌幅0.37% 那大家都会观察 这六个月之后 那数字将会是什么 因为正式的政策 将来六个月之后 正式上升 我们待会回到文件事件 再采集折广